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过去曾经解释过磁力的一些作用 包括对于两条互相平行的长子导线 中间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磁力距的影响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来介绍 我们把一个带电粒子打到磁场里面去 那因为这个磁力的方向呢 永远都是垂直于V的方向 因为我们过去曾经提到过 F向量呢它会等于Q Q就是那个带电粒子的这个带电量 然后括号呢V向量 Close B向量 所以磁力的方向呢 永远都是垂直于它的速度的方向 那依照功能定理来解释的话 这时候的磁力呢 它不会对这个电荷呢做功 所以它可以在它的速率呢 可以永远保持不变 而且呢一直都在改变它的方向 因为磁力呢永远跟V的方向是垂直的 那这种运动方式呢 就是属于等速率的圆周运动 的这种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式 那简单一点讲就是把一个带电粒子呢 如果在以垂直磁场的方向 把它打到磁场里面去的话 它就永远都是在这个磁场里面呢 做等速率的圆周运动 那我们用下面的图例呢 来解释这个运动的方式 以及它所产生的一些物理量的一些关系 这是一个带正定的一个带电粒子 如果从左边打到一个往前方的磁场的时候 打进去以后 根据右手定则的话 V如果closeB呢 它会产生一个磁力 这磁力的方向呢 是往上的 这个带电粒子在这里 那往上的话就会把它往上面带 带上去以后的话呢 再来接下去是 是这个VcloseB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往左的磁力 这磁力呢 又会把这个带电粒子呢 往上带 往上带以后呢 然后VcloseB呢 会产生一个往下的磁力 所以又会把它带回来这里 带下去 带下去以后呢 又会产生一个往右的磁力 意思也就是说 它就是在这个里面呢 如果它是正电荷 从左边打进来的话 它会在这个磁场里面呢 抱歉 我再会再解释一下 它是一个正电荷 从左边打进来 打在一个往前方的磁场 依照这个右手螺旋定则来解释的时候 它的这个圆周运动的方向呢 是一个逆时针的方向 那它的回旋半径呢 我们利用磁力跟向性力的公式来计算的话 它的回旋半径呢 就是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那这个M呢 是代表电荷的质量 这个Q呢 是代表它的带电量 这个电荷的带电量 那因为我们这个半径呢 没有负的 那因为它可能带负电 所以我们再会在这边加上一个绝对值 那这个V呢 是它打进来的速度 也是它做圆周运动的速度 是因为磁力对这个带电粒子呢 不产生做工的关系 所以它可以保持一个等速率的运动方式 那这个B是代表磁场 那从这个公式当中 再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解释 因为这个带电粒子 它的质量是固定的 它的带电量也是固定的 已经打进来了 那速度呢 也是固定的 所以能够影响它的回旋半径的 唯一的因素呢 是磁场 那换说 如果我们今天把磁场 把它调大的时候 它的回旋半径呢 自然就会缩小 但是速率还是保持不变 那第二个是它的 做圆周运动的周期 这个周期也是利用那个 旋转运动的公式呢 算出来的结果 那这个一样 这个是它的质量 跟带电量 这些都是常数 所以影响它的周期的因素 也是磁场 那再来我们知道 频率呢 是磁场的 周期的导数 所以它的频率呢 就是它一秒钟 环绕的次数 就会等2πf 除上qb 所以最主要是跟同学强调一个观念 当我们把一个带电粒子 打到磁场里面去的时候 它所产生的影响呢 最主要是说 因为它带电粒子在磁场里面 做圆周运动 那我们可以控制的三个因素 都是由磁场来控制它 磁场如果调大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旋转的次数会增加 但是周期呢会缩短 然后那个回旋半径呢 也会缩小 那我们接下去呢 来看如果把一个带负电的带电粒子呢 打到同样的磁场 它所产生的影响 那接着呢 我们如果打进来的是一个负电荷的话 那如果打到这个往前方的磁场呢 我们来看 如果它是负电荷 跟着右手定折 如果是正电荷 它的磁力会往上 所以它会逆时中 那如果负电荷就会往下 所以这个负电荷在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往下的这个磁力 就是变成它的向心力 那会把这个电荷呢 带往这个方向 那下来了以后 又会产生一个往左的磁力 又再把它带上来 带过来这里 那会产生一个往上的磁力 又会把它带上来 又会产生一个往右的磁力 又再把它带回圆栏的位置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打进来的是个负电荷的话 在这个磁场里面 它会做顺时中方向的 旋转的一个圆周运动 那我们下面呢 透过一个立体 来说明它的影响 好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它有一个电子数 一束电子就是一个电子数 它打到一个磁场里面去 这个磁场是6.28 差不多2π 乘上时的负二次方 这样一个磁场 打进来的速率呢是 每秒钟大概是 1.0乘上时的七次方公尺 然后在这个垂直的这个面上面呢 做一个圆周运动 那电子的质量是这样 9.1乘上时的负三十一次方公斤 它的带电量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有一个数据 就是叫做核子比 核就是它的带电量 除上它的质量 那我们算起来结果大概是 1.75乘上时的十一次方 这是一个电子的赫子比 那打进来它的频率呢 就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就是这个2πm 除上bq 那其实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核子比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去以后 就很容易地算出它的频率 这个磁场刚好是6.28 就是2π 乘上时的负二次方 然后2π 那这边呢 刚好就它的核子比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就是乘上 1.75乘上时的十一次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消掉 所以很快地就可以知道 它的频率呢 大约是1.75 乘上时的九次方 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带电粒子呢 在磁场里面 它每秒钟绕动的次数呢 高达 大概接近 17.5亿 这个绕动的这个频率呢 是非常高的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磁场的变化 对它的回弦频率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以公式来解释的话 它的频率呢 是等于2πm 好 m是代表电子的质量 除上这个BQ 就是用BQ呢 这个Q是它的带电量 那它除上这个2πm 那我们可以发现 当这个磁场 如果是增加原来的两倍的时候 因为我上次 我刚刚有讲过 这个Q除上M呢 是它的核子比 大概是1.75呢 乘上10的11次方 所以它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2π当然也是一个常数 好 所以从这些地方 你可以看得出来 当磁场是原来的两倍的时候 它的回弦频率呢 也是原来的两倍 好 那有关这个带电粒子 在磁场里面的运动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